给他一点那就不少了 肯定了那给一千五百块钱 你肯定不少了 真的假的 我听他讲的 他就说你咋的你去套外来给 一千五百块 你不知来我 有 有的咋的你给 你说钱钱钱 那他今天跟我说的 他给他两万五 他不愿意让我走 他好像不得动的 你们的压力 他自己的 他不得你们压 是现在好的 嗯 你可以炒妈们不一死 是的 不要炒的 炒你们不一死 那么 找个地道里人家漏嘛 你不炒楼啊 那个了就这么好的 嗯对 是不是 是的 那么他妈来 那我们不炒楼 那要来啥 嗯 妈们给帝王子妈来吃块了 吃亏了啊 嗯 没事该弄的弄 你这屋面挺好的 挺好看的 很好看 对 我拍卖的呀 我拍卖的这个房子 嗯 你要来干嘛 哎 住呀 那那高了不是好去买了 那你这个个乡下也得啥意思 在乡下啊 这个乡下有啥意思 有啥意思 我车乱不可能要来 乡下还可以吧 我感觉在乡下挺好的 你这瞎弄了 啊 你瞎弄的 我呢 哦 是我瞎弄了 嗯 你这来瞎弄的 嗯 他们来来 去 卖菜去的 嗯 去卖啊 去卖的 这两天的台风 刮走了高温 同时它也刮烂了我的发型 屋顶漏水的问题 马上吃的一解决掉了 基本差不多了 还有就是这个小房间啊 比如说让我把它给拆掉 这要不要拆呢 这个小房间 我是觉得什么吧 这个小房间 上面有个烟通 对吧 很有人间的烟火气息 所以这个小房间 拆除很简单啊 咔咔咔 我一会就把它拆完了 但是 拆掉再把它建起来就很难了 呃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房子的西边有一棵树 那很多人说把树砍掉 那你们这么想吧 这个树是在我家的西边 但是呢 它是在老奶奶家的东边 在东边 那肯定老奶奶 不会让我砍的呀 给多少钱都不会砍 就这个树要保留 还有就是 这个屋面上面这么多的建筑垃圾 怎么把它运出去 也是个头疼的事 你你要叫铲车才铲 对啊 叫正常来讲是铲车铲走 人工炒啊 类似的不得了 人工弄 对人工弄 类似的不得了 嗯 但我炒了我两天累 发高速的 我昨天掉原水 昨天掉原水了 嗯 我的天 真的累 对 你铲车铲了都拖垃圾里吗的 对啊 铲车一铲多方便 你现在就是铲车进不来 嗯 这这条路呢 这个是人家的地 现在这个楼沟 这个玉米还没还没熟 对人家人人 人家不会让我去搞的 而且就是你搞这个路的话 还得垫那个垫点东西 而且我跟他孙子也沟通了 他孙子就是根本都不让我走 对他孙子 跟他孙子沟通了 他孙子就是说根本任何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沟通了呀 哦不是没沟通 南瓜我们烧下去 南瓜可以吃了吧现在 好吃 现在好吃了 南瓜好吃的不得了 好吃的不得了 对 那一桃 可以桃两个 对一桃两个 桃两个 你可以桃两个 我桃两个 好的 好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没事换个地方 牙 不给你露靠近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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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你们拿自己来 哎呦 哎呦 你这个拿着羊子真的好 这个是母的 嗯 两个母的 摔一下 两个母的 两个都是母的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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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私朋友的支持 其实这个夏天啊 我来到了苏州的农村 来到了乡下 内心是无比开心的 他就仿佛回到了 我的小时候 回到了通年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也没有这么多的钢筋混凝土 也希望我的加入呢 能给这个村的村民提供一些 更为实质性的帮助 而不是说千里松出植卫强的 这种争吵 万里长城金油载 不见当间秦世华 拿出你应有的样子出来吧 年轻人